第29题 小兰负责布置同学的生日晚会场地 她在一张白色纸上写了生日快乐四个字后 贴在墙上 各字的颜色如右图所示 彩白时关掉会场灯光 并以红光照在墙上 发现有一个字看不见 请问是哪一个字看不见 我们知道白色会反射所有的光 所以红光照在白纸上 白纸就会变成红色的纸 然后我们有蓝色绿色黑色的字 他们都只反射蓝光绿光 黑色是吸收所有的光 所以当红光照下去的时候 蓝色会变成黑色 绿色也变成黑色 黑色还是黑色 所以就变成红纸上面有黑色的字 我们看得见 但是红色的字 红光照射就变成还是红色 就变成红纸上写红字 我们就看不清楚写什么了 所以我们的日就看不见了 因为它是在红色的纸上呈现红色的字 所以第二九题问我们说 发现有一个字看不见 请问是哪一个字看不见 我们答案选的是B 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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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